好 我觉得他在台湾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个人的立场是我觉得他讲 如果以国民党的立场来说 也是只对一半而已 因为如果要根据宪法来讲 即便是为因应国家统一前 但是那个宪法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是企图心很强的 这个宪法里面统一所指的是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 重新把这个整个大陆 纳为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不可能是一国两制啊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谓的一国两制是由我们提出 要怎么去管理大陆 比方说你大陆要民主化嘛 那你要多党竞争嘛 让我们国民党和民进党 时代力量都到大陆上面去参加政党 然后我们民主选举 我们要的如果真的讲一国两制 应该是这种版本吧 绝对不是大陆单方面提出来说 一国两制就是要统一台湾 所以这个统一非比那个统一 这才是真正中华民国派 应该要坚持的路线 我是这样想 最近有一个中华民国派的论述 真的非常好赞 对对对